你早 五百两 这次你带五百两去 她应该是欲情勿动 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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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喜欢上她了 我 我怎么可能 她那么 这 对吧 那你到底怪不怪 锦仁姑娘那天 你啊 是 我承认 我们那天晚上玩得 是挺愉快的 我也没想那么多 我就寻思着说 我们当个朋友 都挺好的 可是你看她呢 多绝情 一点情面都不留 是是是 你说 我要不要过去 跟她说清楚啊 我是肯定不怕 跟她划清界限的 你是了解我吗 我完全就是 为了王府考虑 那咱不如这样 师子 刚好趁这个机会 试试锦仁姑娘的态度啊 什么态度 看她是图你的人 还是图你的身份和地位 怎么是啊 我早就想好了 这样 我带着钱去找她 我就跟她说 锦仁姑娘 这个钱如果你收下 以后就跟我们师子 再没有半点关系了 如果她收了 您就不用再纠结了呀 但是如果她不收 她就是喜欢你这个人 到时候你再跟她说也不迟啊 行 就这么办 你带上一百两银子去找她 试试她的态度 如果她不收 我可以靠你 给她一个台阶 半下都哭了 这事比我想要中的严重啊 师叔 师叔 报告了 报告了 怎么了 你 陈夫人 陈夫人 怎么了 陈夫人拿你把刀 站在池塘边上 她该不会想你 资助 等等我 陈夫人 佑玉 别动了 别乱来啊 陈夫人 冷静啊 没什么大不了的 陈夫人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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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捞雨啊 捞雨你来都干什么 不对 我捞上来 直接就在这儿处理了呀 你们大吼大叫的喊什么 吓死个人 真是 师兄 你要不帮帮陈夫人吧 我帮你啊 不用你 不用你 请人姑娘 这个是封口费的 世子希望您收下钱之后啊 以后就不要在外面乱说 您和她的关系了 什么意思 她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春景荣一个兔抹三个丁 你回去告诉她 让她把心放到肚子里 我春景荣别的没有 连我还是要的 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 我 你确定吗 什么意思 熟了 你是不是没把话给她说明白啊 我说明白了 不是 她就一点犹豫都没有嘛 世子 要不还是算了吧 行行行 好的个春景荣 我算是看明白她了 我就当时 我就当时我花钱买个清静 我算是看明白她了 世子 那你就别生气了呗 这样 我想好了 这次拿两百两过去 而且你就明明白白地告诉她 这次是真的啊 她如果在手就真的 老死不想往来 是没有任何余地 没有任何关系那种 两百两 去啊 好好好 世子 那有这个必要吗 你怎么 这 这 赶紧去呀你啊 好好好 那我一套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秦仁姑娘 我 我正找你呢 你该不会是要把银票 要回去吧 不不不 这是二百两银票 世子让我转告你 这个钱如果你收下了 就跟她再没有半点关系了 以后也不能见面了 老死不想往来 那她为什么要让你来送呢 她可能就是一个 你 你真收了 收了 你确定啊 你 你收了这个钱 以后跟世子就形同陌路了 你对世子没有半点留恋吗 没有 我留恋她什么 我留恋她是个男人 敢做不敢当吗 你回去告诉她 我不仅不留恋她 而且还会很快忘记 对了 李童言 还有别的事吗 那你今天就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我 那 那你好好休息啊 世子 你怎么了 世子 童言 我想了一晚上 对嘛 你早 五百两 这次你带五百两去 世子 她肯定还会收的 您这跟扔钱有什么区别 她应该是欲擒故动 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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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这个样子 很危险哪 她要是欲擒故动 您这就是束手求擒呢 我告诉你 童言 你压根儿就不懂女人 她心里肯定是有我 她自己都承认了 只是台阶没给够而已 报 锦荣姑娘派人送来的请帖 看吧 撑不住了吗 世子 这个钦铁 是给李大师吗 给我的 多少危难的时刻 对吧 是我们 大夫顶身而出 挽救了一条又一条的生命 有五夫 五夫女就会杀人 我们更加二次会救人 这一条 花群秀腿 陆大侠 变完了 洗完了 我帮你 我帮你 我自己来就行了 谢谢 我看今天阳光正好 我就说洗洗衣服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我跟你洗 我跟你洗 你这精神头啊 就跟小伙子似的 春复啊 你过欲了 没有 我说的是真心话 你过欲了 如玉 你不要被她给骗了 我算是看出来了 如玉在哪儿 你在哪儿练剑 你就是练给她看的 她就是想骗你 你口吹开屏啊 干吗呀你 你就没看见 刚才她捏着那个衣服的 一脸坏笑 她就想倾薄你 有病吧你 不要脸你 如玉的天生衣物 你还在那儿 捏捏捏捏 脑不休 不要脸 你有病吧你 这是陆大侠的衣服 国兄 国兄 误会啊 居然帮她洗衣服 洗的还是天生衣物 陆震生我告诉你 什么陆震生我叫 郭震生你名字都叫错了 陆大侠是咱们家的贵客 你别在这儿大呼小叫的 你丢不丢人 陆大侠 来 来 这儿帮我一下 我 郭兄 郭兄您来 你别理他 郭兄 想让我帮你衣服 恶心 真是一个病 别理他 说不定这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武林盟主 那一个月给发多少银子呀 这是个称号 没钱 那有什么用啊 就是个名呗 我每个月我招都有分红 你闭嘴吧你 陆大侠 你心口疼的毛病是怎么回事啊 年轻的时候啊 逞强 不小心落下来的病根 那你以后可要多注意啊 哪叫逞强呢 身体就是不行呗 来来来 酸菜鱼来了 酸菜鱼来了 陆大侠 这是我亲自做的酸菜鱼 你快尝尝 哦 今天这鱼可能鱼翅有点多 你注意点啊 好嘞 没事 尝尝 小心烫啊 绝了呀 崔夫人 您之前是否学过厨艺啊 瞧你说的 我哪儿学过什么厨艺 不如意啊 我就是 就是特别爱琢磨做菜 我这四个女儿啊 嘴叼得很 但是自从我腰伤了以后 我就很少做了 是 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啊 就怕伤到腰 是 这有什么好怕呢 太阳子在哪儿 那个 娘 我跟你说个事 能不能让可怜人 去二姐那屋住啊 我每天晚上念书 她太吵了 我看不进去 你就少看会儿呗 这位是 这是我三女儿 春半夏 大才你好 就爱读书 爱读书好啊 有出息啊 春夫人 哪像我这臭小子 怎么打都读不进去 她她她不光爱读书 她还懂医术呢 是吗 好 您还学过医 陆大才也感兴趣 老夫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还从未见过一个 学医的女子 您这个女儿了不起啊 过誉了 年轻的时候啊 我一心想要学医 但后来又觉得 男子汉大丈夫 还是应该习武得好 我以为啊 学医是一件很难的事 没想到我们一学 一点挑战都没有 所以我干脆 记忆从我 我说这些的话呀 来 吃饭吧 吃饭吧 菜都凉了 我就那么明白了 我们学医 既是救人 他怎么就没有男子汉气感 对吗 多少人干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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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你忘了 没事吧 可怜 人吧 我端好了 那为陆大侠端菜 是我的荣幸 来 可惜 可惜 多 多少危急时刻 对吧 我们挺身而出 弟 我帮你盛碗汤吧 平儿 别人在说话 让别人把话说 师兄 你继续 我们挺身而出 顾不上吃 顾不上喝 喝我的 谢谢 来 尝一堆尝着 可怜啊 能不能让实书把话说完 你老这样我容易炸气 你想说你就说呗 哪能懂啊 来来 吃饭 哎哎哎 多少危难的时刻 对吧 是我们 大夫挺身而出 挽救了一条又一条的生命 有五夫 五夫女就会杀人 我们更主要是会救人 是什么事 你会救出 你会救人 是什么事 我愿意